昆明的蔡先生呢最近也是非常的郁闷 他的电话号码被意外的泄露了 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骚扰电话 而泄露他电话号码的竟然是一部正在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你谁打电话呢 给我打电话 我等着就是你这句话 你听不懂 电话号码 有什么 8899 这是最近热播的电视剧 步步惊情的第28集 男主角康正天的儿子康斯汉被绑架 想绑匪说出了父亲的电话号码 巧的是啊 这个号码正是蔡先生的电话号码 这一集播出后 蔡先生就接到了成千上万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骚扰电话 从今天你看这个到这样随便吧 我们这样翻 可以看到成千上百了 你看可以看这个 这个是广东洋江打的 昨天的 昨天19点了 已经翻那么多了 喂 你找谁 你怎么是接这个电号码的 你这电号码 不是我刚刚开了电视剧 不是在那里播过吗 你不是那个什么明星吗 除了电话 蔡先生还收到了无数条陌生短信 甚至有人加了他的微信 希望进一步交流 蔡先生说 打来电话的多数是中学生和大学生 他们都是剧中主演吴棄龙的粉丝 蔡先生说自己这个号码已经用了十多年 你说要放弃啊 太可惜 关键是太麻烦 还得一个一个的告诉人家新号码 是这样的